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致力于劝和促谈 实现停火指战 我们呼吁冲突当事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和平呼声 为尽快恢复和谈 徒步创造和积累条件 乌克兰危机延宕 导致冲突地区许多大型基础设施 遭受不同程度损毁 物资供应严重匮乏 水电卵等基本公共服务难以保障 人道局势令人担忧 中途当事方必须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 避免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国际社会和人道机构应在中立 人道公正独立原则基础上 加大对受危机影响民众的人道援助力度 加快推进民用基础设施修复工作 向受危机影响的民众提供过冬物资和取暖设备 确保流离失所者的基本生计 乌克兰危机长期化 复杂化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受到外业影响冲击最大的 是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法之外 施加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措施 只会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拖累2030年可继续发展议程实现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付出更大努力 尤其是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发挥积极作用 避免危机外业影响持续扩散 为实现和平 营造有利环境 推动局势早日回到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